中共近日加强前置网络自由大举封锁翻墙VPN 有多家中国VPN业者收到了来自苹果公司的通知 告知这些提供商和开发者 他们的软体将从Apple Store下架 因为包含在中国不合法的内容 ExpressVPN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很遗憾看到苹果协助中共的审查工作 中国大陆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金 黄岐在去年遭关押七个月后 今日传出他身患严重肾炎等多重疾病 且病情正在恶化 7月28日黄岐的辩护律师隋木钦 首次会见了当事人 黄岐的母亲希望当局能让儿子保外就医 并陪伴他度过余生 8月1日是中共的建军节 今年的建军节还首线阅兵式 身兼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 亲自检阅部队 外界关注受阅部队在阅兵回礼习近平时 达里从原先的首长好改为主席好 被认为是加强习近平在中共军队中的权威 近日中国大陆媒体曝光中共扶贫腐败的多起案例 其中提到湖南省花园县一项扶贫工程贪腐案 当地官员申领的1000万元财政资金 经过六层拔毛后 其中近700万元涉嫌被骗取 拔毛率惊人 只剩下300万项目资金落地 而这仅仅是中共扶贫腐败中的冰山一角 请到这件事整理报道